8月1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起草的关于组建 太空军的草案将在近日提交国会 五角大楼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 正是就此式起草法案 太空军这个概念其实早已出现 特朗普此前十分高调地向世界宣布 美国将要组建一个新的军种 军种性质与传统陆军、海军一样 将执行太空作战任务 美国不但要利用太空军 追上中俄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还要确保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虽然特朗普说话给人的感觉像是吹牛 但这事还真不是他拍一下脑袋就决定了 现代战争中 制空权极为重要 但更大层面的制天权更为重要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也是世界大国都在争取的领域 谁都不愿受制于人 现代战争拼的是体系 而卫星就是整个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以说现代武器的眼睛就是卫星 没了卫星 武器就成了瞎子 就没有战斗力 而太空军的重要任务就是 确保美国载轨卫星的使用安全 但特朗普的想法也并非容易实现 组建太空军有点像冷战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 光是听起来就足够吓人 但吓人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经济支撑起来的成果 冷战时期 美国为了赢得与秦苏联的太空竞赛 每年花费上千亿美元进行科研投资 然而那个时期的普通民众 已经被政府的主流言论洗脑 为了赢得军备竞赛再大的投资都是值得的 现在情况变了 美国成了世界霸主 不论军事经济都遥遥领先他国 况且特朗普顶着通俄的帽子到处树移 美国民众及华尔街财团 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他的行为买单呢 美国发展太空军 极有可能引起大国间的军备竞赛 对此俄罗斯直接表示 如果美国利用太空军发展大规模空间杀伤武器 莫斯科会毫不客气地对美国进行军事报复 特朗普想把未来太空领域的话语权把握在美国手里 但这会把美国推到世界的对立面 国内一些人士对此十分担心 甚至提出我们也要紧紧跟上 重视太空领域的控制能力显然是必要的 但倒也不用过于紧张 一方面美国的太空军落地还早 暂不能对我们构成实质威胁 另一方面我国此时与美国 在太空领域进行军备竞赛并不明智 我们有自己的发展计划 并正有条不紊地发展本国的导航系统 相关武器也是实验中 只要一步一个脚印 我们就能在太空领域走在前列 宝靠 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